大家好,欢迎踏入国学天地,一起揭秘命运之轮,打造和携斧纸的生活空间,花莲强振以来,圈台文振色变,你有没有发现地牛翻身,居然翻出了凌晨二,什么意思?你每一次被晃醒,对手表一看,怎么都是凌晨两点多?当然你可以说这都是巧合,但会不会巧得让人头皮发麻呢?不止凌晨两点时刻,整个台湾也进入了地龙翻身的决战时刻了吗? 在台南济公活佛提醒,农历六至九月,台湾东部跟北部为什么这一张前十的内容跟专家的担心如此不谋而合呢?我想台湾的民众现在都很担心,到底这余震还要震多久,会不会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地震?结果就在台南安南的这样的一个普法道祭祀,突然提出一个公告,而且他说这个公告是济公活佛下的指示, 他大概是说时间是在农历五月到九月,也就是我们说的端午到重阳,然后会龙脉翻转,地龙翻身,东部北部皆有地震之灾,皆伤亡之数。 这位预言家出生于2006年,被誉为全球最年轻的小预言家,凭借着2019年8月上传的影片预言了疫情而爆红。 他说,2019年11月,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即将开始,2020年3月到4月期间进入高峰,这六个月内,灾难将会从社会经济到大自然,让全世界遭受种种苦难。 在他刚开始发布这个视频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在意,甚至人们觉得他是哗众蛆虫虫,当疫情爆发的时候,人们发现他的预测竟是如此的准确,他也在印度被人称为预测最准的占星师,他也因此获得海内外无数网友的追捧。 在2020年4月8日的影片中,阿南德提到,根据占星术,2020-2021,年世界都不太平,全球的疫情将在7月后会逐渐缓和。 2020年12月20号面临比病毒更严重的灾难,时间将持续至2021年3月,而接下来发生的都验证了他的预言。 澳大利亚创世纪的大火,直接了当,揭开了全球边暖下人类的遮羞布,一千万公顷的面积的土地被大火无情烧毁,而大火造成的动物伤亡更是高达30亿。 这简直就是生物圈的灾难,东非蝗灾的规模同样是历史新高,如此规模的蝗灾已经数十上百年,未曾见到。 这场蝗灾至少有3600亿只蝗虫肆虐,以平方公里规模的蝗群,一天的进食量相当于3.5万人,一天的进食量,还有例如海平面上升,北极创历史高温,永久冻土层融化等。 而在疫情更加严重的如今,阿南德表示,新冠疫情仅仅只是开始,更厉害地在后面,印度神童阿南德通过新算术预测,声称在同年11月至2020年4月发生世界性灾难。 果不其然,这一年的年底,全球范围内爆发流行病,这次成功的预测也让阿南德声名缺起,他逐渐为诗人所知晓,他的预言涵盖了各种领域,包括地质灾害、政治事件、科技发展等,他的预言被认为非常准确。 除了疫情的流行外,他还精准预测了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日本地震等。 阿南德在去年3月13日发布了一个预言视频,视频的标题是,下一场自然灾害。 视频中阿南德预言了未来一年内可能发生的灾难,阿南德在视频中预言。 根据分析,再过几个月可能还会发生非常强烈的地震。 阿南德在视频中还表示,这个地震会在2024年7月发生,这可能不仅仅是地震,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他自然灾害也很可能会发生,并且在这段时间里也可能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 后面阿南德还补充说道,2023年3月到2024年7月之间的某个时间,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很高。 2024年1月1日日本时间下午40分左右,石川县能登半岛地区发生规模7.6地震,并发布海啸警报。 台湾东部外海2024年4月3日上午发生规模7.2枪震,震度影响全台新北市芯片区,也京川小区发生塌陷以外,周围土石松动,开始大面积崩落, 场面向当海人,近期来不断地天灾人祸,竟应验了阿南德当初的预言。 前不久阿南德在社交平台上又分享了一则短视频,说出了有关2024年的六个预言。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阿南德对于2024年的五大预言。 一、自然灾害,在2024年的7至8月份会有一场大灾难,可能是洪水,可能是火灾,也可能是空气污染。 以毒害大海的国家会先经历火山喷发,然后地震,最后是海啸的惩罚。 二、经济危机。 2024年,经济有衰退之时,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贫困人群愈发庞大。 一个旗帜上有很多新兴的伟大国家会分崩离析,失去现在的地位。 两个老人竞争皇冠,其中一个会死去。 三、能源短缺天然气原有石油等都面临开采过度的现状,价格会成倍增长。 在这种重压之下,带来的必将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飞速发展。 这种情况在两年半之后才会有所缓解。 一个沙漠中的国家会骤然转换合作的方向,导致东方大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四、古老细菌被唤醒,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欧洲似乎已经回到了烧炭燃木的旧时代。 全球变暖将加剧,远东地区血藏数万年的古老细菌将被唤醒。 这种细菌虽然年代久远,但活性尚未消失,人类暂时还没有药物控制。 因为细菌带来的灾难会让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导致俄国的掌权者被暗杀。 无粮食危机,阿南德说,由于自然灾害,其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战争,全球将迎来史上最大的粮食危机。 对于这一点,有些研究所也给出了资料,2024年受到食物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达到20亿,使前七年的一倍还多。 印度会因为丰富的粮食储备崛起,人口会持续增长,在核人口迅速减少的东方大国的象征中获胜,取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 强阵不断,鱼阵不断,才忠于大家给喘一口气而已。 没有想到,雨淡又要凌空来炸裂了,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准备进入防灾避难模式。 为什么台南、澎湖不约而同都出现这样的一项? 上百只黑鸟在天空绕飞,还有超过两公尺的海外大鱼也意外现身。 我们都说动物有预知的本能,那么它们的出现预告了什么呢? 台湾是否又有新的灾祸即将降临了呢? 地震、大雨、高温,台湾人要挺住,我们同心协力度过大自然难关。 前段时间的地震,咬着大家七晕八速,接着马上就是一周的大雨,趴趴趴下不停,而且七月份从来没见过高温。 而且还是三十九度高温,而接下来超过三十九度的高温陆雪来袭,这阵子大家要携手同心,度过大自然的灾难。 前面我们说到台澎湖出现上百只黑鸟在天空绕飞,看到的人都被吓个半死,特别是这一天,非常密密麻麻的一片爱。 这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答案就和接下来台湾要面临的灾难相关,那就是一定要小心高温跟大雨总所周知大自然灾害来之前,尤其地震来之前,台大的朱子豪教授做国科会一个研究发掘,会释放出超低频率的电磁波,这个电磁波生物感受到了就会出现异象。 这次花莲大地震就出现一些生物的异象来,第一个在花莲大地震发生之前,大量的马路突然之间全部跑出来,简直是人们想象不到的,这就是异象。 除了花莲出现密集大量的马路之外,大家看一下广州、福建,大家知道广州不就是暴雨成灾吗? 但现在因为对流太过于旺盛,雷雨薄结果出现什么?这个砸下来的是冰雹,你知道,其实我当时看着画面,我也吓一跳,因为一般冰雹要么乒乓球的,要么鸡蛋大,可它砸下来的竟然已经是跟棒球一样大了。 所以,你看它刚砸到陆地上,有的地方拨油铺比较薄的,还有凹洞,那汽车打到玻璃碎裂,玻璃碎裂都已经是不在花下了。 这是人家看着,看起来像是屋顶,这打下来有没有,它就让你知道打下来的威力。 我刚看到有一颗,感觉好像是像个叫做轰炸,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轰炸了很小型的炮弹一样。 好,结果有人就把它捡起来,说到底有多大,不然为什么威力那么强,就一捡起来,你看它手上握着那笔拳都大,笔拳都大,它还拿去量多重,这会砸死人的,250公克,250公克,相当于我这个旗舰手机一样重。 你拿这个从天空中掉下来,向天可以看了,难怪会受伤,安全帽都被砸破。 如果,好,那他们说冰勃像炸弹,台湾东部地震占全台地震85%,过去西部地区很少,一整个月有达九起,这个月才短短五天就达到。 至于是否为眉山断层百年周期,很难说。 因为周期的先决条件是,不能有太多错综复杂断层,不然也可能被其他断层干扰。 他表示,一地区频繁出现地震,可能只是在释放能量,但这些地震规模较小,释放能量不多,要规模6.2地震,才能打一个原子弹能量。 有时候也不排除是大地震前兆,无论是哪种可能,民众有这样的警觉都是好的。 郭凯文表示,眉山断层为东西巷断层,依据经济部中央的制调查所划的活动范围是盗民雄,但后来有学者调复查,北港高区南远,包括眉山断层在内,沉积物下有很多盲断层,都是东县,想共同把沉积物往西推,涵盖范围为整个加以现实,因此广义的眉山断层范围可能更大,包括921地震后不久, 加以是北边发生两个规模6以上地震,都可能是受此影响,但这一部分还未在学界达成共识,他也说若以广义的眉山断层范围来看,近期高铁就要特别注意,因为高铁沿线普子新港太宝都在范围之内,建议行经加一段可放慢速度,避免出现剧烈摇晃时发生出轨等意外,除了科学上的说法,阿南德提醒大家,这六个地方近期地震贫乏, 千万不要去,那么究竟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尼西亚天堂之岛,暗藏太多危机,巴厘岛、爪哇岛、明丹岛、印度尼西亚,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约17508个大小岛屿组成,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这对于热爱海岛游的游客来说,一直是个福音。 印度尼西亚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中,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火山有400多座,其中火火山就有77座,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地震之频繁,有目共睹。 2009年9月,印度尼西亚7.9级地震,5000以上人数死亡,2006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南海域7.3级地震,654人死亡,约329人失踪等等。 日本,日本每年地震数千次,北海道、东京、冲省,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是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挤压碰撞的地方。 据统计,日本每年发生地震数千次,其中震绩在3级以上的每天就有4次。 2011年4月的日本福岛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已确认造成14133人死亡,13346人失踪。 日月潭、阿里山、澎湖湾,台湾地貌复杂,处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地处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作用的边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地震的多发区。 2016年5月12日11点时,在台湾海域也发生了离世6.0级地震。 台湾地震分区可分为西部东部、东北部,西部因为不位于板块交接带。 因此地震较少,但西部震源较浅,相对来说能量较不容易释放,且人口集中,亦产生重大灾害。 东部及东北部位于板块聚合带,震源较深,次数较多。 1999年9月21日,台湾921大地震是20世纪末期,台湾最大的地震,离世震级达7.6,全岛军感受到严重摇晃,共持续102秒。 新西兰。新西兰每年为地震数万次,奥克兰皇后镇基督城,新西兰每年要经历14000次轻微地震,由于太轻微了,所以大部分都感觉不到。 然而,它们却代表着逐渐撕裂新西兰构造进程,处于构造板块边界的区域。 已处于板块中央的区域,更容易发生地震。 新西兰的国土面积大约27000平方千米,却是大多处于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板块边缘地带。 这意味着地震的多发在过去的200年间,新西兰岛的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过超过5级的地震。 希腊。希腊处于地震活跃带雅典、爱秦海、圣托里尼岛。 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地震活跃带,是一个地震比较频繁的国家。 2008年6月8日15点30分,在希腊西南部地区发生的16.5级地震。 首都雅典和希腊部分地区有明显震感。 地震发生在希腊西南部,距离第三大城市帕德雷约58公里处,二人死亡,120多人受伤。 希腊西部的爱奥尼亚群岛、伊利亚地区震感强烈,费用美国西海岸。 美国西海岸多次高级数地震,旧金山、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在加州西部,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岛,太平洋海域发育了一条圣安德烈斯断层,总长超过965千米,是世界著名的活动断层。 美国的强地震大多发生在这里,本世纪以来,美国西海岸发生比16级以上的地震14次。 其中,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发生的8.6级大地震震惊世界,最后遭遇地震时应如何避险。 这里给出一些建议,以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在外旅行环境陌生,首先要熟悉安全出口和楼房结构等,保持冷静。 一旦发生地震,首先保持冷静。 可以在第一时间选择相对较安全的地方,避免乱跑乱撞。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给我点个赞,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看看。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